大口大口的去呼吸一下 这感觉是超爽的 你还走得动吗 少看我 来到槟城除了远近驰名的街边美食 及宝贵的文化遗产外 槟城的自然体验也是旅游的魅力所在 适合想短暂逃离城市喧嚣的你 今天在吴探长的带领下 我们前往显为人知的登山秘境 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探透槟城美景 你好 我是吴振豪 是你们今天的探长 欢迎来到槟城 等一下我们就会带你上山看秘密花园 好 怎么走 等一下我们就会带你上那边去 行 好 槟城远近闻名的吉乐寺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佛寺 也是众多游客们朝圣的必经之地 而这座山上的亚伊淡水坝旁 有一条前往秘密花园的步道 是吴探长的私房推荐 他得意地表示 如果没有当地人带 真的很少人知道这里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 小微的状况 你还走得动吗 小看我 我走进了那所谓的秘密花园 看一下 好可爱的小花 位于山顶的秘密花园 是座私人农场 没有路标 只有在吴探长的带领下才能抵达 眼前一片无敌山海景 再配上缤纷小花 大口呼吸起清清空气 瞬间新花朵朵开 快点 因为我们要抓紧那个日落 要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加速了 哇 Jesus Christ 吴探长认为 能找到连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也能让外来的旅客们 用不同角度享受槟城的美景 同时感受到本地人的热情 因为槟城人的热情 也是体验当地文化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下一集 我们将跟随踏踏的小围探员 前往槟城美丽的海岸线 来场自行车秘境野餐 每周六晚上八点 一起探透旅行 但是后来我们下来谈老师的幸福